池上青龍魏瑞婷先前因為把自家生產的稻米 競獻給教宗來使用 因此獲得了神之米的美名 而外交部也製政兩個電鍋 給梵蒂岡教宗還有書籍主教 為了響應這項活動呢 魏瑞婷她也在田邊擺上電鍋 讓民眾可以拍照打卡留念 民眾開心地拿著電鍋 跟一旁神之米的立牌拍照合影留念 池上青龍魏瑞婷 先前因為曾將自己種的米 競獻給教宗做食用 因此便在自家的稻田旁 設立了神之米的異象立牌 希望告訴來到池上的朋友 教宗所吃的米就是來自這一塊的產區 而外交部日前也準備贈送電鍋給教宗 因此為了響應這件事情 魏瑞婷也特地在立牌旁邊擺起了電鍋 讓來訪的民眾可以拿起來拍照打卡 從去年的8月還有今年的2月 然後都有分別兩次做現米的動作到梵蒂岡去 大家也一直在好奇說 教宗吃的米是哪一個區域 剛好我們今年在前幾天吧 義大利就是梵蒂岡那邊有一個新聞回來 就是說駐外大使館他們為了要幫助當地 要教他們當時我們縣的米怎麼煮才會好吃 他這次有送他兩個電鍋 剛好我就突發奇想是不是應該把這個當成是一個意象 就像金城武術一樣他有一個茶壺 那我們在神之米的產區也有一個電鍋 剛好做相互的呼應這樣子 未來希望能夠這變成是一個新的景點 遊客來這邊也可以做一個打卡 可以代表說他是來到池上 也來過神之米的產區這樣子 清農希望透過設置意象利牌的方式 能夠讓更多人看見台東的好米 同時也紀念台灣農業與梵蒂岡的友好情誼 並展現出台灣農業優秀的軟實力 記者陳吉林池上相報導